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交易之路上 常态的时间点里面 你必须要懂得股票跟现金的比重 要去做一个适度上的动态调整 该重压赚一波 该减码 该退场的 你要懂得去做动态的调整 再来就是什么 选股 什么股票值得你进场 什么股票值得你要是什么 华丽的转身 你都要无所畏惧 可是 同志朋友 难免会遇到 难免会遇到走势超乎你的预期 在交易之路上没有人是神 难免会遇到出乎意料的走势 超乎预期的走势 所以常态的交易 当然要经过风险的评估 再来就是你的选股 有没有资金效率的问题 难免你就要做这件事情 叫做危机处理 难免会遇到这个状况 你必须要有危机处理的经验 跟危机处理的人力 还有最重要的判断力 判断力 那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先了解航行路况 事实上 10月20号之后我就很保守 这段时间里面 我的普通会员持股 10月20号清空股票之后 开始在1月8号 1月30号 进场做扭曲的交易 重点来自于什么 都维持两档股票而已 只会是两档股票 因为我很保守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行情路况 将会往下 当然扭曲的交易 会这样去做 偏多操作 可是你要先懂得避开 才有钱打进去 懂得避开 低持股报股过年 才有钱打进去 嘴巴讲讲 不算数 投资朋友说 那老师 你可不可以给我看证据 当然可以的 对错也上上去做决定 可是维序一定会公开 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的看法 对错也上上去做决定 来 去年的12月20号 往下看法不变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带会员清空股票 等待12天开始进场做扭曲的交易 在1月8号大阪打下来的时候 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进场做中美金 有印象吗 甚至在 封关钱当天 封关当天 不是钱 即便我们中美金 创新高 我还是选择一件事情 叫做什么 1月20号 低持股报股过年 也有判断 行情路况 连后没有创新高的可能性 行情路况还是往下的 维党持股 穿波段新高 包含当时的 特别会员的股票 鸿海也是创新高 我们没有加码 没有买到满 我们保留相当大的现金 只但做一个什么 弹性的空间 1月20号 收盘会跟投资朋友报告 低持股报股过年 不晓得武汉病毒 可是我看到一个现象 台积电当时的利多 没有表态 是大盘连后下跌的隐忧 这是我看到的现象 不会有人知道 武汉病毒影响这么重 没有人会知道 只是我会从盘面上看到说 大盘不会是要往上走的格局 自然而然代会员就会保守操作 打下来了 大盘打下来 1月30号 这个下来 700点 我们代会员 进场再去做扭矩的操作 这段时间其实围续都没有看错 这走势都是在围续的掌握当中 包含了这一段 2月25号 9点半到10点 就已经打了下影线 很多人请你去抢短 我反而告诉投资朋友 停看厅 2月25号 突一巨石 停看厅才出发 没有带会员 那时候再去加码股票 还是会是两档股票 普通会员两档股票 特别会员一档股票 没有乱加码 这个巨石我觉得 不是所谓的新冠病毒这么的 这么单纯的表象因素 我觉得是美国公司 在出现一个 可能会有违约潮一个问题 所以我选择停看厅 我没有鼓吹电视观众朋友 你们去买股票 去摊品 我带会员也是这么做 我看到什么 我就说什么 就解给你们听 好 下来 重点在哪一天 3月6号 这一根 我看到行情路况 还会再杀 你相不相信 我看到行情路况 还会再杀 这很关键时间点 你相不相信 即便你相信了 口说无凭 回去必须拿出证据 给你说明 给你报告 3月6号 盘后传真稿 适用3月9号 行情路况往下 你看 3月6号 适用3月9号 啪 我是盘后传真稿 告诉投资朋友 告诉会员朋友 3月9号 适用3月9号 行情路况往下 当天就一根 跳空长黑下来 啪 再破底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3月10号 其实我认为 差不多了 可以直问了 所以有一代会员 是用3月10号 进场做扭曲的交易 3月9号是用3月10号 在这边 可是我说过了 即便我很保守 这段时间里面 这些我都有替我的会员 跟观众朋友 这边 掌握到 12月20号 1月20号 第一次鼓报 鼓过年 不要追假 突一巨石 停看厅 可是还是 还是在这一段 这一段时间里面 带会员 受伤 我坦白讲 会员当然有受伤 怎么可能大跌的时候 会员还赚钱 因为这段超乎我预期 怎么叫超乎我预期 来 这两根 包含今天这一根 跌幅的内容不一样 为什么超乎我的预期判断 政府进来干预 限空令盘中奖 说有可能要发限空令 或是禁空令 然后这一天继续 平面媒体报纸 大量报导 头版头条 说政府有可能 寄出限空令 禁空令 甚至道德 劝说法人不要借券卖出股票 这个新闻完全 完全击溃 多头的信心 这两天解盘我说过了 会造成两个状况 第二个状况是什么 有股票的投资朋友 做多的 政府一定看坏 后来未来的股市 先卖赶快买赶快卖 人踩人 然后积极一眼的投资朋友 反手借券 跟券商借券来放空 造成什么 双重打击 多杀 整个多头的火种 本来会在 3月10号 大家会足底之后往上 因为已经行情路况 如果预期了 啪啪啪 下来破底了 是可以整理的 但是因为 我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 可是开干预之后 这两天全部做一个 跳水式的加速击杀 超乎我预期 包含今天是什么 融资断头 好 那重点来了 我说过了 难免会遇到这个状况 超乎预期 那你的危机处理 要怎么处理 危机处理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 我们当然在会员 之前很保守操作 特别会员就一档股票 普通会员两档股票 坦白讲 如果你今天不是我的会员 你手中的股票 可能超过两档以上 maybe是三档 五档 十档 你是我的会员 基本上已经是很低持股 已经很保守 带会员做一件事情 低持股 然后有波段的 我们经常做波段 波段里面有短线加查交易 我们还帮会员 做短线加查交易 可是难免会遇到一个 不如预期 尤其是政府这种干预方法 没人料想得到 没人料想到 那你就要回头看一件事情 那你危机处理要怎么处理 你就要回去审视 去判断未来的行情路况 未来的行情路况 该会怎么走 你再决定 你要不要做什么动作 所以昨天3月10号盘针传终稿 我认为适用3月13号 12号适用3月13号 我认为行情路况会趋于平坦 扭曲了交易 还是得进场去做操作 还是要做什么事情 偏多操作 甚至我在盘后 我再发一通讯息给会员 3月12号 盘面上出现两个现象 点点盘152加 过于恐慌 全职股台积电 连电鸿海在3月6号 3月9号 3月14号同时出现缺口 我认为是捷径缺口 不是捷径缺口 也差不多了 以上认为是初步指稳的讯号 今日多数人恐慌 但是我们不需要恐慌 未来要观察什么 美国出的降息 是不是对于企业展开融通 避免公司上出现违约潮 许多操跌不理性的公司 动态筹码 有没有进场去逢低做加码 我会每天替会员做一个注意 航行路况方向 会员持股跟现金的比重 我会动态 随动态筹码 带会员进场就调整 这段时间航行路况将会走平 以震荡整理为主 交易不必随的心情而起伏 我会带会员走出一段 值得炫耀的交易之路 但是现阶段反而是什么 越动荡又要冷静 判断作为的交易决策 以上报告 这是我昨天盘后跟会员做的说明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广告之后 请继续锁定为序的节目 因为我会带到 今天我们做什么交易动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老师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金码专案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以天家独龙 刀剑河壁力上加力 号令古灵 神雨真风 运达投顾熟悉操盘团队 金武大师红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金码专案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以天家独龙 刀剑河壁力上加力 号令古灵 神雨真风 运达投顾熟悉操盘团队 金武大师红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金码专案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哈喽 各位投资朋友 欢迎继续收看台股直播 我是高维旭 既然 昨天我盘后跟我会员报告 初步看到纸叠讯 航行路况将走稳 有时候交易难免会遇到什么 首次不如预期 可是你必须回头再去检视 忍静去思考未来行情路况该怎么走 你才有办法做出这个动作 危机处理 危机处理很重要 我们会员有没有赔钱 有啊 怎么会没受伤 开什么玩笑 我又不是神 可是至少会帮会员做一件事情 危机处理 在危机处理成期之前 一定是保留相当大的现金交易弹性 会员就两档股票持股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 中美金 1月8号告诉你长度不便 拉回找买定 这是整个流程 1月8号买进 93.7 收盘94.3 1月30号市价加码 我这认为是波段单97.3 后来这边 2月14号17号短线加差交易 2月20号我还建议什么 东森电话连线建议什么 拖断筹码水平 但是短线需要整理 不要去追加 这边卖掉就可以了 107买的 礼拜五买的 礼拜一卖掉 111块卖掉 不要追加 好 重点来了 在那段时间 中美金都还是非常稳定的 行情路况也是如我预期 所以我们在什么 3月9号 我认为101.5再买回来 是相当合理的交易动作 可是呢 来看一下证据 有买应该跟投资朋友报告 加码第二笔 可是大盘这样 我把它认为大盘 破底之后要走稳 结果遇到什么 政府限空令 进空令 连续集会多头 唯一的火种信心 所以中美金自然也被带下来 你看那时候买了在这边 3月9号 其实不错 买在这个位置 隔天都还有高点 理论上要争议 那这一段是多杀的 这一段是多杀的 多杀就要遇到什么状况 危机处理 昨天我们就判断 手中有中美金的会员 我大概要做什么交易动作 我是要做停损 空手 然后反向再放空 是对的吗 还是我要再说什么 反正我已经帮会员 已经低持股了 两张股票 我的会员都还有加码的空间 那我要做什么动作 尤其今天开盘一定是呈现一个 融资追缴断头 昨天其实很多人先断头 可是还是在洗一次筹码 所以今天如果认为行情路况 昨天我判断今天行情路况 开始会走平了 那就不会是第一个选项 放空停损空手 反而是什么 交易要做什么动作才合理 加码 这是危机处理 你要懂 你要带会员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带会员乱做股票 难免会遇到危机处理 我们之前帮会员保守很保守 还是会遇到一段 这一段大盘 政府干预 外在环境已经很不佳了 还够干预 搞什么净空限空力 击退多头的信心 所以跌破一万点完全 很合理 因为政府击退大家的信心 多头的信心 多杀多人采人 但是人采人 让你反而要更冷静 所以3月13号今天 市价加码第三笔 中美金88.4元 有买就跟投资品有报告 9点13分47分47秒 普通会员再加码 中美金第三笔 88.4元 跌将近6% 这个要勇气的 投资朋友 我就是事先规划 想好的 我交易策略的 才能带会员做这种动作 90.6 危机处理很重要 股票真的不用多 你只要掌握动态筹码 你可以知道 它的动作是怎么样 然后你也冷静去思考 如果走势不如预期的 你的危机处理 要怎么去处理 你才能帮会员赚到钱 而不是盲目地 追高杀低 然后又放空又被咬 你这边要是给我放空 反手清空股票放空 又被咬上去了 特别会员也是如此 我也要去审视我的特别会员手中的股票 就讲红海 整个流程跟投资朋友报告 去年8月12号都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认红海值得买进 72.7买进的 这爆波段 8月26号再买进71.8 10月1号买进第二笔 72.5这七十几块买的 1月30号加码第三笔 这笔就比较高了 打下来得解9%83.8 我认为红海长线看 可是红海有没有受到影响 有 他还是下来 这边请投资朋友不要去追价 我认为他会回 可是这段回的其实也是超过我预期 还是要做一件事情 危机处理 特别会员就一档股票 再说红海投资朋友代表一件印语事 我很保守带特别或是做一档股票 我还有加码的空间 我不是带会员买到五档股票买满的 然后不断的加码 会员不是法人 他不肯干这个事情 我已经尽可能地忠实 把会员的钱当作什么 有限度使用的 而不是无限度使用 你只是在那边加码的 我不是每天做加码 回过头来说一件事情 昨天我盘后判断大盘 未来将会走平直稳 挟浮正当整理 那回过头来说 我到底要什么 停损红海 放空 然后再积极一点 放空红海 或者是我空手 我说过了 第一个选项绝对不是好的选项 对于我来说 我的专业判断不是好选项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做了什么动作 3月13号今天907分 试驾加码红海第四笔 坦白讲即便特别会员 只有一档股票叫做红海 加码第四笔 其实也是 一档股票加码第四笔 其实也到顶了 未来红海不会再加码 可是就会走一个波段上去 一档股票加码第四笔 其实也是顶的 这实物上交易 就是这样 我跟我会员报告两件事情 只要入会 我已经亲自打电话 报告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不能用融资买股票 第二件事情我一定会加码 我一定会加码 我的会员都可以有加码的空间 3月13号加码 今天早上加码 打下来6.15% 试问 如果今天我是选择第一个选项 停损红海 甚至反手放空红海 你看 如果我是做这件事情 一开盘 跌6.15% 如果认为红海还会在一个跌停板的时候 我是不是还有 接近4%的投资报酬可以做 那如果我放空 我就用70.1%放空 你看现在红海的仇事 又被嘎上去 现在是72.8% 东美清也是一样 如果你一念之间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你放空 被摇上去 红海你放空 被摇上去 我讲的东西是这样 会员股票当然有受伤 可是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今天花很多时间讲我 我的会员的操作 而且是当天 我们早上做什么事情 我当天跟你报告 无非是要跟投资朋友报告 人不是神 难免都会看错 即便我之前 这看法都如预期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去预判 政府会搞一个线空令出来 所以这一段 当然带会员的股票 当然会被做一个什么 错杀 当然会受伤 可是受伤 总是要做这件事情 危机处理 真的交易就是这样 当跌市超乎的预期 在交易之路上难免会遇到 可是你要在如何的关键时间 做一个合理的交易动作 做一个冷静的判断 这一定是取决一件事情 你到底有没有实战经验 你的投资顾问 他到底本身也没有实战经验 如果他有实战经验 你跟着他 忍受一下短期这个震荡 你未来回上去的时候 你可能还会财富重分配到你家 可是你跟着投资顾问 没有实战经验 买到满 他就叫你借钱再来买 那你真的在交易之路上 你没有办法成为赢家 前一次风险 如果你没有避开 这一次机会 你会想不想掌握得住 维序绝对有人力 有实力 带你做到这件事情 引一场意义为荣的战役 任同投资朋友 在周休二日 我们现在服务人员 都在等你的电话 欢迎你加入维序的车队 我是高耀区 做到操作顺利 活力满满 身健康 我们下周一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超纯盾 传入裂剧 最终全场的一约 算不完 複一批 Heights 公开 总结日 公开 校园 大国 只要跟你母亲 complaint 自负活 马小 跟 千里 那么 也 ad 隨算隨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不管是跟你安賴在一起 8559-8773-8859 以天家屠龍 刀劍駝壁